狐狸猫和麦麦正在湖边打水瓢 突然之间地面开始一阵剧烈的晃动 啊 是地震 狐狸猫们还来不及反应 地震就结束了 麦麦很好奇地震是怎么产生的呢 狐狸猫想起之前课外书中学到的 台湾位在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 当两个板块相互推挤 产生错动时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而这些能量会以波的形式传到地面上 形成我们所谓的地震 所以地震的产生 其实是能量以波的形式来传递的一种现象 说到波 麦麦想到刚刚打水瓢时 当石头接触到水面 就会产生向外发散的水波 麦麦认为水波的产生 是因为石头接触水面时 把一些水往外推 这些被推出去的水就一直往外移动出去 形成我们所看到的水波 狐狸猫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奇怪 如果波是这样运作的话 那么地震波就是把一些岩块往外推出去 一直传送到地表上 但真的是这样吗 屏幕前的你能不能帮狐狸猫们解决这个疑惑呢 狐狸猫轻轻地在湖中投入一颗石头 水波从落石处往外扩散 狐狐狸猫观察到水面上的叶子 只有上下移动 却没有跟着水波往外传递出去 狐狸猫们得到一个结论 波的传递是传递能量 不会传递物质 麦麦接着想到 刚刚地震发生时 似乎是先感受到上下震动 接着才是水平摇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自然界中有两种波的形式 横波和纵波 我们把传递波的物质称作介质 如果介质的运动方向 和波前进的方向垂直 则这种波就叫做横波 比如当我们用手 握在绳子的一端上下移动时 制造出来的波就是横波 绳波水平地往外传递出去时 绳子上的红点则是上下震动着 表示介质的运动方向 与波前进的方向垂直 另一种波则是介质的运动方向 平行于波前进的方向 这种波称为纵波 当我们用手前后推动一个弹簧时 会发现弹簧变密又变疏 介质的振动方向 和波前进的方向平行 而其中一个常见的纵波例子 就是声波 地震发生时 会先感受到上下振动 接着才是水平摇晃的原因 是因为地震波包含了横波和纵波 麦麦想知道 是哪一种波先抵达地面 导致地面上上下震动呢? 地震发生时 纵波先抵达地面 纵波介质的运动方向 和地震波前进方向平行 所以我们会感受到上下震动 接着在纵波之后的是横波 因为横波介质的运动方向 和波前进的方向垂直 因此会造成地面左右摇晃 波动其实无所不在 除了地震波 还有像水波、声波、光波等 而科学家为了更清楚地研究波动 定义了许多波的性质 以横波为例 波形的最高点称为波峰 波形的最低点称为波谷 介质粒子就在波谷及波峰之间震荡 波峰或波谷和中心平衡的位置的距离 称为震幅 而波形上等高的两个相邻点之间的距离 则被定义为波长 比如两个波峰间的距离 或者两个波谷间的距离 都是这个波的波长 有些波的波长可以长达数公尺 像是海浪的波长 而像打水漂所引起的水波波长 则大概是几公分的长度 学完了横波的各种性质 慢慢想知道 这些性质对应到纵波上会是什么呢? 狐狸猫们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一、波动只会传递能量 不会传递物质 二、纵波 介质的运动方向 平行于波前进的方向 横波 介质的运动方向 垂直于波的前进方向 波的性质 最后 和狐狸猫们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假如我们知道 地震波中的横波与纵波的波速 以及横波与纵波 抵达地面的时间差 请问 可以如何算出 正央距离地面的深度呢?